记者同镇国南投报道,今天上午实施一分南投县仁爱乡发生规模4.4地震,最大震度三级,但属浅层地震,民众仍感到剧烈摇晃,索性时间短暂,县内未传灾情,倒是不少民众从脸书的动态回顾,才知道五年前的今天也发生规模6.5的强震,镇央也在南投县,让网友直呼巧合, 只希望大家都平安无事 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,上午实施一分发生规模4.4,深度7.9公里的有感地震,镇央在南投县仁爱乡,热月潭,民间乡最大震度达三级,普里,于齿,和欢山,南投是二级,其他县市震度则在一至二级,由于属于浅层地震,南投的民众还是感受到明显摇晃, 还好时间不长,这起地震相隔不到一小时,竹山镇也发生规模3.4,深度7.1公里的有感地震,南投县政府消防局表示,目前为止没有灾情传出地震发生后极有民众在脸书PO文说被吓到了, 但也有刚睡醒的民众以为是自己睡太久头晕所致,更有人从自己的动态回顾,才知道五年前的今天,南投也发生规模6.5的强震,当时在水耀森林,水里相各发生一起落石砸死人的不幸,还有多人受伤与多栋建筑物受损, 其中包括921灾后赤资6700万元重建的露骨国中又遭重疮,几乎成微楼,再度勾起民众的恐怖记忆。